好這邊應該沒有人 我先撿個人看我武器 欸有人 找了找了有人 歡迎收看我不客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機板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這次場又繼續打牌位 現在目前是鑽3啦 這場如果可以 前幾名的話應該可以升到鑽4吧 看一下喔 我的這個 藏寶圖這一場名要不要撿 這位置 這位置應該會很多人 因為在山頂這邊 我跳上面這裡 然後看可不可以 所以 往左邊可以收工廠 那個碼頭 右邊的話可以打架工作坊 這兩個點都可以 然後這藏寶箱等下再回來撿是可以的 如果等下縮先縮在山頂 我就藏寶箱可以撿 我們先跳左邊這邊 欸怎麼右邊那麼多人 等一下喔 很多人跳架工作坊 欸糟糕 有一個人比我早降落 我們要換點了 要換點了 他先降落 如果他撿到槍我可能就危險 好這邊應該沒有人 我先撿個人 看我武器 欸有人 糟了糟了糟了 哇賽 欸 哇空拳流 我現在排位最怕降落遇到空拳流 我沒有裝置上拳數 所以基本上跟他們拚拳的話 很難贏 有沒有人 沒有背禁 等一下 江湖座板這邊很多耶 有一個在平常裡面 出來 再收一個 後面剛剛有一個敵人 我先看這一區 欸 有有有 兩個 欸 這兩個怎麼跑在一起不打 欸 可能一個沒有 沒有 沒有武器 他有七火比賽 啊 沒辦法收 這個點有時候敵人超多的 有的時候沒有人 有的時候很多人 看運氣 他應該是不會出來 他只好有這個槍點的話 應該是不會出來 消音比較好是敵人有時候中槍他不知道你在哪位 可是剛降落不一定可以撿到消音 我覺得消音 不太好撿 我很少撿到消音耶 就是挺多可能 偶爾拿到 有點想收加工作坊 如果不知道裡面敵人是不是很多 欸 又一個 走 我覺得這把 這把步槍剛降落其實他攻擊還蠻高的 可是他射速太慢 所以我現在拿這把槍 我們就可以下去收一個屍體高了 只是這個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這附近 因為我下去我沒有防裝 我可能會秒死 我現在想不到收架构作用法還是收右邊這邊 很猶豫啊 可是架构作用法人也太多了吧 這場竟然有跳三個 至少三個 我再觀察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我去收架构作用法 這邊有個 真實體不知道已經很多個了 我先收左邊這個好了 左邊這邊應該比較安全 我們先下去 因為加工作坊那邊看好人 有些人會在山坡上偷打 保險起見我們先收左邊 那個應該 應該是會拉掉 剛才有個沒打死那個拉掉 沒有武器啊 沒有武器啊 哇塞兄弟你嚇死我了 我剛以為有武器的 這個應該是 翹家工作坊就沒有機會撿武器啊 哇 苦爬有的時候真的是很緊張 降落沒有武器真的是很緊張 好啊兄弟不好意思啊 我剛好如果他有武器果真會嚇到 幸好他是可能降落敵人太多 來不及撿武器 我先繞一下 因為還有一個敵人在那個 前面有的往那邊 然後我個人覺得普排單人 難易度真的是很高啊 因為我也沒辦法確保每一場都吃雞 有時候就是前幾名 關鍵時刻敵人有時候真的很準 然後大家真的是都躲得很好 每個人位置都在 絕對的圈邊 或者是絕對的有安全去的地方 這個打起來感覺跟精靈無事真的是不太一樣 考驗就是你的判斷 你平常玩這遊戲的經驗跟判斷 喔 終於有防裝 我現在沒有子彈 有一個香菇 你們看喔我現在正常我跳這個算是 邊邊有沒有 就這麼多敵人喔 跳中間的話其實中間不一定敵人多 跟大家講排位的概念 中間有時候反而沒有人 欸有跑車 等一下 哇塞 哇塞 看到邊邊來這樣 到了 啊 哇 可惡 剛好是一個斜坡 視線死角 這個運氣不錯 視線死角打不到他 我們先撿招吧 這個應該會跑掉 可是說這個排位在啊 大家 都是玩得很保守啊 有時候會選像捉迷藏那種感覺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敵人會躲在哪裡 我看能不能抓到跑車這一個 這個不一定有武器喔 然後可能降落直接開跑車然後就一直繞圈 跑車缺點就是血量太少 可是他車速快 如果說你很會開車 像你有在我觀眾場練習開車的話呢 你在打排位賽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開車技術比較好 像我平常在玩開車 我就開車稍微啦 比較不容易爆 爆也要爆在有安全缺的地方 而且你們記得一定要有凝膠 有凝膠在開車 你至少車爆的時候 你一出來 不是開新樓屏上 你就是放凝膠 我人真的很多耶 欸 上面有人 喔呦 我沒有手核彈 在幹嘛 哈賽 這哪一招 唯一有比賽啊兄弟 等一下我來抓他 等一下跳下去了 我先進一圈 有捏 應該拉掉 大概往下跑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躲起來 我現在過去我不知道他 他會不會在那邊偷襲 我現在子彈太少了 好 先這邊收光了 沒東西 沒東西啦 欸 還有 我有B OK 我現在子彈太少 那個有可能拉掉了 剛剛那個應該拉掉了 不然就躲木屋後面 欸 這邊要有 有有有 你要的到 這SGA傷害不行啊 沒有裝 沒有裝 沒有眼睛 傷害差不多 我嗜血狂殺耶 打到八九滴 敵人防裝不是很高 就是 我真的覺得SGA現在的傷害 不行啊 有個跑車 欸 怎麼又一台跑車啊 剛剛才打爆一台跑車 打不到上面的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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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車過去撞啊 欸 撞到人了耶 哇賽 可以喔 結果他撞到人了 他就直接把敵人撞飛了 他這樣跑車開上去 怎麼撤速那麼快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裝那個米薩的技能 我可以開斜坡開那麼快 斜著開上去耶 我看子彈真的太少 我們現在要先繞左邊 因為右邊剛剛上坡 剛開這樣嘛 那人可能會下 這場玩家 你們看喔 現在決勝還有13個人 快決勝囉 就是因為排位賽玩家們 就是大家不想要掉分 所以存活率都會很高 我這有場決勝遇到玩家 待第三圈吧 他有20幾個 超厲害的 現在先看這邊有沒有人 這洞裡面 這洞裡面會縮掉 會縮先縮掉 所以 不一定有人 我怕說是有扛毒的 EP如果夠多的話 有些會扛毒 這個 我香菇先吃喔 所以香菇很重要 哇 我看到人喔 等一下喔 有點不妙喔 兩個 減左右這一個 哇 幸好有兩個凝膠 右邊的這個不知道會過來 不要 我先嚇嚇他 先丟一顆手段過去 有沒有要進去了 哇 左邊 卡片 手卡卡的 手給你收掉 手現在有點卡 手卡卡的 現在手在流汗不舒服 手現在很燙 好 等一下 那個人架凝膠了 應該是這個房子那個人跑過去的 哇 沒子彈了啦 我沒步槍子彈了 我現在只能夠拉近打 先走先走先走 我現在就是沒子彈了 現在只能等圈小一點 這邊好像可以爬上去 這邊還在安全區 我們先等這圈過好了 等圈小一點 我双方彈子彈超多 其實沒步槍子彈 這場沒有拿到我要的槍 沒有1K 欸 欸 有人 欸 我要跳上來 好 我去把他 壹炸到 還有 還有凝膠 撤掉 等下都先多 我又不想子彈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只有一個凝膠而已 它凝膠很少 丟了 我基本上不裝摺疊支架 等下有個別的配件的話我就沒辦法撿 還要丟 所以我通常要把它控格 決勝喔 圈在右邊 這要繞一下 我看到一個敵人 要開屏障 等下屏障消失吧 消失了 撤掉 前面有敵人 沒打的卡 我就可以临交 哇 餐死掉 別過來兄弟 沒临交了沒临交了 沒临交了 等一下喔 現在要看 誰跟過來 我還有個泥交 你要看誰先過來 就打誰 右邊這個禮物比較近 大家都不動 先打右邊這個 有了 帥了 沒死 射掉 刺激了 哇賽 下坡 我剛剛很怕他們丟手頭站 okok 這場也是玩得非常的驚險 我看一下 我幾殺啊 整場都在奮戰 這場 喔 可以 直接剩到鑽石了 還未賽第二天 打到鑽石可以休息了 差一個段位啊 就喘起了 看一下喔 食殺 吃雞 好了 遊戲又黃到這邊啊 我要休息了 後面的話我會繼續介紹v5攻略的情報 可以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不一定到玩具頻道哪個頻道 最後我Twitch IG粉絲團 搜尋我郭忽異態也可以找我 謝謝收看 下個遊戲見 掰掰 字幕 李宗盛 吃雞尾 喝雞尾 我們要不要再看